昨天看到全羅北到翼山 整個村子都被泥水淹沒 無法區分道路和農田 溫室也被淹到只剩屋頂還看得見 南海梅雨季帶來的多天好雨 造成各地農損嚴重 即將收成的小番茄 在短短幾天內哭死 農機具散落一地 到處亂糟糟 農民欲哭無淚 附近的10個村莊情況類似 一下子傾盆大雨 導致部分堤防倒塌 光是全羅北到地區 就有1.6萬公頃 約500多處農田和溫室被鮑魚淹沒 農損持續增加 災民也超過700人 對於未來生計很憂心 鏡頭轉到中西南道清陽 當地農民主要種植藍莓和西瓜等水果 短短6天內下了超過640毫米雨量 等於年降雨量一千兩百毫米的一半 多數農田和溫室毀損 而中西南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百計遺址公山城 也遭受暴雨襲擊 擁有近一千五百年歷史的建築被洪水滅頂 城牆和石碑遭到土石流破壞 南岸這次梅雨季受災的古蹟在全國一共有三十九件 從地區來看 慶上北道最多達到十二件 其次是中西南道和全羅南道分別有七件 南韓文化遺產廳實行縣市售災地區通行 搭雨棚登緊急措施 但修復工作還要看老天臉色 為了確認水災和交通狀況 南韓民眾大量湧入入口網站查詢 Never設置的氣象特報專區 透過雷達可以確認集中暴雨的地區 也可以看到各地方自治團體發送的災難訊息 和靠透開放聊天室聚集三萬多人線上即時分享全國氣象 來往訊息超過八萬則 南韓科學技術資訊通訊部和三大電信公司 也積極排除暴雨受災地區的通訊障礙 包括安排移動式基地台等支援行動 南韓十九號全面解除境內暴雨特別預警 但仍有上千名災民無法返家 佔居在親友家或是學校 農田和古蹟等災後重建工作 還有漫漫長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